大家好,歡迎收聽收看劉柏霧的Uber司機實戰手冊 劉柏霧之首要錄這個節目實在是因為每天都有新的司機 LINE有劉柏霧說,柏霧哥為什麼我領不到這個開跑獎金 柏霧要這裡告訴大家的是因為註冊的時候如果註冊的連結沒有註冊碼的話 這樣的話就沒有開跑獎金了 就沒有這個領一次的開跑獎金 然後如果你是這個劉柏霧的有緣人 今天第一次聽到或看到劉柏霧的節目了 那你對開劉柏霧也很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等一下找到柏柏霧的部落格 然後上面有這個連結可以註冊 那當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LINE柏柏霧 柏柏霧丟這個註冊連結給你 這樣就萬無一失 因為找到了部落格還有一個風險就是 因為Uber公司很喜歡在柏柏的部落格旁邊打廣告 所以你這個從廣告這裡點進去也是沒有 好 今天的主題就主要是要講這個 一位司機問了一個問題說 客人定位錯誤所產生的延伸的問題 比如說客人定位的位置在假地 司機開到假地之後等不到客人 然後跟乘客聯絡 乘客說我在椅地 這就麻煩了 乘客定位假地 然後他說我在椅地 那你到底要不要開過去 那這位司機是選擇開過去 然後他就問了一個問題說 那我可以從假地這裡滑乘客上車嗎 那大家給的答案是不可以 因為乘客沒有上車的話 你是不能滑乘客上車的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當他到了椅地之後 乘客滑上車了 那如果這個距離太遠的話 系統會問你說 你是不是忘了滑上車 那乘客上開始的地點 是不是要從假地開始 那這部分你就要斟酌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產生更高的費用 會不會有爭議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你按是 他就從假地開始起算 如果按不是的話 是從椅地開始起算 那到底哪一個是標準的答案 柳伯也不知道 你自己斟酌 那最好的方式當然是 客人定位正確 但是一般定位錯誤的客人 我們都是不願意聽你教他如何定位的 所以像這種情形一直都是很困擾 每天幾乎有司機在抱怨說 乘客定位錯誤的問題 那這個伯物的經驗裡面就是要多忍耐 因為新的乘客不斷的增加 對我們來講是一件好事 表示有更多的乘客認同Uber的服務方式 那所以延伸出來的問題就是 因為是新乘客 所以那個定位就時常會錯誤 那包括司機自己定位也不熟悉 因為這個載乘客的機會多 自己叫車來做的機會懂是比較少的 所以這個需要熟人生巧 每天發生的事都一定會發生 那就多忍耐吧 好這個有關於定位產生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最主要是 它的基本精神在於乘客如果沒有上車的話 你是不要滑乘客上車的避免糾紛 好就這樣子啦 對如果你喜歡劉柏烏的節目 不想錯過任何一集 記得按訂閱